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澳門 在荷蘭園那裏4號5月4號下午發生了一單交通以外 就是滑板撞這個七人車 而有一個男人就疑似為了拍自己玩滑板的靚相 就罔顧交通同途人的安全踩著滑板 由大廈通往馬路的通道是一下衝出馬路的 最終這一個滑板男是連人帶滑板撞去一架白色的七人車後方的車身位置 而其實現在是有三條片在裏的,一兩條片是看到他撞到私家車的 這一條片其實剛好角度影響就變到這一個撞到私家車的男人好像閃現到的 但是另一個角度前面所影響就會看到這一個男人是怎樣撞到七人車 其實這些人是好自私的,你在這裏飛出馬路你想想 今次你撞到七人車是你好運 另外如果你撞到電單車,那電單車還撞著小朋友呢? 那樣你是整傷大人和小朋友的 即這些人他為了拍幾張照是非常自私的 暫時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了 而治安警在4日下午4點半也接到通報 就說在附近發生了一宗交通以外沒有傷者送院也沒有人被困 報紙就相信是同一單以外來的了 那那個清晰的影片我就放了在我們的IG那裏的了 那連結在下面,大家如果想看的話就去我們IG看啦 順便就訂閱我們IG啦,那我們下集見啦,拜拜!